有观众说 美元放水 欧元超发 人民币同样洪水逃天 我由美元上映着In God We Trust 是的 提到信仰 这里小小八卦一下 如果没有兴趣听八卦的观众可以直接跳过90秒钟 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总统必须是基督徒 但是美国至今也没有一个非基督徒的总统出现 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八成以上的人信仰基督教 所以要选出一个非基督教徒的总统 要比选一个黑人总统更难 1960年的大选 美国人首次跨越了新教与天主教的区分 选择了天主教徒肯尼迪为总统 据说 川总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新教的信徒 而且接近一种新性宗教 大家知道川总每天出门都会做什么事情吗 据说 川总出门前都会念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里面的内容 大致的内容是 我如果有上帝的帮忙的话 就不会有敌人 信靠主必能得胜 每天念完之后才开始工作 当然这里都是据说啊 大家不用太矫正啊 之前 川总抨击拜书没有信仰 说他伤害圣经反上帝 于是 有媒体又翻出了川总2015年那段有关圣经的著名采访 当时 川总在竞选总统时 经常说圣经是他最喜欢的书 而他自己写的交易的艺术排在第二 一次采访中 记者问 圣经中您最喜欢的一两篇经文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 川总回答道 我不想太深入细节 因为这是非常个人的东西 记者追问 连引用一句你喜欢的也不想 川总回答 不 我不想这么做 记者穷追不舍 您更喜欢旧约还是新约 川总回答 大概 两者差不多 整本圣经都非常好 关于这段采访 我把视频链接放在了视频的介绍区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美国从1788年开始选举制度 已经232年 当时女人 有色人种 甚至是穷人都不能投票 现在已经改变了不少 但制度上的一些模糊地带 令一些法学专家深为头痛 消息面上 由于选情过于胶着 佐治亚州和宾州将会重新计票 四周最终结果核实出炉 这里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这里是最新预计时间的估计 依然需要耐心和漫长的等待 周末闲聊 谈一下对于总统大选 加时赛的一些看法 分享一些资料 最后还是谈股市 特别说明 视频内容并不掺杂 我任何个人的政治倾向 如有不周 希望海涵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 和平收场是唯一希望 不过这里先要澄清一点 虽然总统身为三军总司令 但想借战时总统模式 连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美国历史上 即使战争也没有过改变美国大选的先例 在第二次美英战争中 美国人一段时间内节节败退 连首都华盛顿都被英军占领 著名的火烧白宫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但是 同一时刻进行的美国的大选 却并未受到影响 包括南北战争 越战 可见 无论何种规模的战争 都不会改变美国的选举进程 当然 这里仅仅是说明 在现在的投票结束以后 发动战争 无助于任何人的选举 自然而然 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所以 担心这方面问题的观众 可以安心看戏了 这里插播一条消息 联邦航空总署表示 拜登家上空被华社国防领空 川总正在考虑解雇国防部长和情报局长 有了这个大概率不会发生战争的前提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讨论 目前大家都清楚 本场选举的激烈程度 可能会比2000年拖得更久 这会把市场置于不确定的境地更长时间 不过这场加时赛 也有三个最后的时间点 可以提醒投资者注意 分别是 12月8日 12月14日 和1月2日中午12点 我们先来看12月8日 今年 各州必须在12月8日之前选出选举人 解决有关选举团队和选举人的任何争议 这个日期被称为安全港最后期限 这里根据宪法 如果在12月8日前没有决定胜负 则由州长或者州议会判决 目前宾夕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 威斯康辛州和北卡罗莱纳州 这四个州都是由民主党人做州长 但是由共和党控制州议会 所以仍然有翻盘的机会 到底如何 没有人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12月14日 这里我们说三条 第一 我们先回到2000年 共和党总统贺选人小布什 和民主党总统贺选人格尔的例子 当时 格尔在宾州只输了1748票 州联邦法院同意重新验票了 验下来输573票 结果格尔上诉到最高法院 要求人工再验 记住 那个时间点是12月12日 美国最高法院 12月12日以5比4的微弱多数 推翻了佛州的最高法院的判决 要求阻止对有争议的选票进行人工重新点算 当时最高法院给出的理由是 时间来不及 也就是说不能超过12月14日 第二点 在之前的一期节目里说过 12月14日 届时会不会出现失信选举人 所以即便是投票结果出来 双方票数高度相近 也有可能出现选举人临阵倒戈 第三 在美国选举的历史上 只有在一百多年前 曾经出现过一次 在12月14之后才确定总统 不过 那个时候的法律法规还非常不完善 就目前的法律框架下 所有的选举结果 最晚会在12月14日公布 无论是谁 如果少于270票 那就是输了 可见 现在就是和时间赛跑了 无论是谁 如果寻求打官司解决问题 如果地方法院输了 可以上诉到巡回法院 巡回法院输了 再到最高法院 总之 依法必须从各州的联邦法院 开始打 可是每个州正好都是民主党执政 所以各州的联邦法院 会拒绝受理的可能性是很高 当然 一人一案 遍地开花的诉讼 就是川总的武器 时间不一定够 因为在12月14日之前 官司必须要有结果出来 虽然从历史表现来看 川普的官司运都不太好 不过毕竟政治和经济不一样 2020和其他年份也不一样 这里再插播一条消息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阿利托 11月6日晚下令 丁西法尼亚州的现选举委员会 遵照州指令 将选举日晚上20时后 收到的邮寄选票 与其他选票分开 美国国会山报随即分析称 这项由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 签署的命令 为法官们在随后的裁决中 排除迟来的选票的可能性 留下了余地 可见 这次川总是吸取了上次格尔的教训 提前布局 六位保守派大法官 每人只要签署一份命令就够了 不过大法官可以这么做 但是拜登的支持者肯定不会接受 最终又是宪政危机 这里小结一下 美国是行政主权优先 哪怕国家在乱 12月14日必须结束 最后的最后 按照美国法律 1月2时中午12点 一定要有新总统 这个是最晚期限 若川普选择留在白宫 直至法院下令 那么美国宪法规定了 1月2时权力移交 可能就会延误 特军队如何选择 事态发展将迈向前所未见的未知领域 有专家认为 现任总统不是一个喜欢认错认输的人 他将打破美国所有传统 毕竟拜登选的是位子 而他选的是身家性命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当最终权衡利弊 哪怕只是为了维护他的政治地位 考虑子女的政治未来时 他会选择相对体面的立场 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无论对川普还是对拜登来说 注定不是坦途 让我们保持耐心拭目以待 上面的分析仅仅是一家之坦 如果有不完整或者不正确的地方 欢迎各位高手路过发表高见 目前包括谨顺在内的多家华尔街机构 普遍认为谁领导美联储比谁入主白宫重要得多 美联储的刺激政策将对市场更为有效 市场分析称当大选尘埃落定 财政刺激法案也将会有最终的结果 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呼吁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对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曾明确表示支持鲍威尔的呼吁 并公开称如果自己当选 鲍威尔将会继续执掌美联储 而市场认为如果川普在大选中获胜 其是否会更换鲍威尔存在一定的变数 这也是股市最近表现不错的一个原因 对于股市而言 美国大选最终结果未出 本身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也是市场最不愿意看到的 这可能也会让股市继续震荡 虽然不能单凭一个任期 最多只有八年的美国官员 来莽撞地调整投资组合和仓位 但是当股市回调或者某些股票反弹之际 大家不妨也趁机审视自己的投资组合是否安全 让你的城墙更为牢靠 这里给出这些时间信息 并不是说哪个候选人的希望有多大 而是告诉大家要有耐心 这个时间点对于合理规划资金和操作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如果手握好的股票 即使面临大盘回调 即使知道面临一些科技股被杀估值 也不应该轻易全部抛售 只要预防万亿 提前减持部分仓位即可 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 短时期会有回调 长期还要看商业模式 基本面和未来成长空间 都卖了筹码就没了 踏空更难受 第二点 要考虑都卖了是不是有更好的标的去购买 第三点 即使换到传统行业股票 或者是疫情受灾股 也需要花时间去理解公司 去感受市场的节奏 行业节奏和个股节奏 纸上的利润一天不对线 它就是虚拟的 就有蒸发的可能 我个人也会卖出白马股成长股 只要超出正常走势的高估值 市场是一定会杀的 只是时间上的早晚而已 所以 一旦进入预先理想的价格区间 好的成长股 也要按照交易思路来做 既然决定这个价格减持 就坚决一些 不要老是回头看 这样会影响下次的判断 当然 遇到回补的买点 跌到位也按照交易的选择来买回 那么 什么时候一只股票 包括成线股 或者是我个人比较看好的 白马股和成长股 我会彻底清仓呢 我个人的判断标准很简单 就是 当这家公司基本面 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有时候 股价会慢慢的下跌 应跌 这个时候 是不是基本面出现问题 就会很难判断 对我来说 判断的标准就是看股价 股价是一切综合的反应 是最客观的 如果股价跌幅超过了我当初购买这只股票价格的50% 我就会认为一定是公司的某些东西出了问题 而这些问题 恰恰是我个人当初购买的时候 没有看明白 这个时候 我就会清仓 认输走人 当然 这种标准并不科学 幸运的是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这种价格标准 也有屁股决定脑袋的嫌疑 所以我的意见 大家看看就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视频内容 大家觉得还不错 请点赞并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投资是相伴一生的漫漫旅途 祝大家周末愉快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